大家好,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Spring Street,在纽约曼哈顿的下城 那么在我身后的呢,大家可以看到是纽约时装周的一个活动场地 今天上午呢,已经在此进行了两场纽约时装周的展示 我们今天下午呢,会采访一位叫做刘勇的华裔时装设计师 来问一下他在今年的时装秀中会体现怎样的中国元素 这一届我参加这个时装周的发布会的主题呢,是取了叫东方力量 主要是想把我们东方的时尚元素啊 甚至我们中国的一些时尚的一些概念或者对时尚的理解啊 能在这个发布会上向大家一个展示 我们首先这个在整场发布会四十八套衣服里面呢 我们运用的图案呢,就是来自于中国传说 《逍遥游》里面的这个昆变成棚的过程当中的一种文样和图案 它就是很具有东方性的 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会加了很多中文的字 就带有书法的一种写法的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文字 同时呢,我们还结合了一些现在网上流行的比较潮的语言啊 像中国比较流行的那种国潮文字啊等等 这些元素都运用在这个服装里面 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图案还有这个文字呢 想展示一下中国元素 在这个服装设计里面呢 我们会有一些款式具有东方性的 比如说有一些对筋的啊 还有我们的传统的这种裁剪的方式也会用在里面 刘老师刚才提到就是您是第一次来参加纽约的时装周对吗 第一次来纽约 您为了这个时装周准备了多久 从五月份开始策划构思 六月底呢就是进入到设计阶段 设计制作打样 我们在八月二十号之前呢 衣服就已经全部制作完毕了 那刘老师在国内也是非常知名的这个时装设计师 那您觉得现在中国的这个时尚 在世界这个舞台上 世界时尚的舞台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中国的时尚呢可以说有它自己固有的一个特色 包括它自己的文化的一个特点 包括整个的这个服装发展的史 包括人们的一些理解啊 但我们也看到中国有很多的一些时尚东西呢 和世界上结果都很近的 有些国外的一些穿着搭配啊 甚至国外的一些服饰啊 包括他们一些图案元素 对年轻人都非常喜欢 那我们国内呢有很多有自己的一种文化元素 比如说现在近几年流行的国潮 也借鉴了一些国外的一些因素 那我们国内如果说 对这个时尚的元素东西呢 要尽可能多的曝光 多的在一些时尚舞台上展示呢 也会引起世人的关注和注意 所以我这次来到纽约呢 我就是想让我们世人呢 或者世界上的一些很多时尚界的人士呢 关注下中国的时尚 时装服系的这个受众群体是什么样的人呢 因为现在人们对时尚的理解和穿着选择呢 已经不受心理上或者是生理上年龄限制了 只要喜欢呢都可以去穿着 所以我整个的这个推崇的这个潮的一种文化 和潮的一种风格呢 就是不受年龄段限制 只要你喜欢你都可以搭配 作为这个中国设计师其中的一个成员吧 我觉得呢我们要对为中国的时尚呢 要贡献一份力量 多设计一些大家喜欢大众喜欢的 甚至我们消费者都能认可的一系列的服装 因为我目前呢是在从事这个成衣品牌的设计 我今年这次来纽约带的作品呢 也是围绕着这个大众消费群体的 这种喜欢潮的这样一个群体的 这类服装来进行设计的 在中国来讲呢 我们有很多不同领域的一些设计师 有的在设计高级定制 礼服 还有的呢在做自己个性化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呢不管哪一类设计师呢 应该多在时尚平台上面呢 多展示他们的作品 我们也要多展示作品 才能将中国的时尚力量 向世人的一种亮相一种展示 感谢观看